根據韓聯社最新消息 南韓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代表李在明 今天早上訪問釜山嘉德島新機場預定興建地點 他在現場發言時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持刀攻擊左側頸部 當場流血倒地 至於兇徒就當場被捕 由新聞片段可見 李在明在回答院記者提問準備乘車離開時 一名將扮成他的支持者 頭上戴著藍色紫皇冠的年約60至70歲的男子 突然衝過來向李在明頸部刺過去 隨後他被警方當場制服及逮捕 李在明先前曾代表共同民主黨參選總統 輸給現任總統韻石月 後來被爆出涉嫌收受賄賂 非法轉移資金等 李在明一概否認 聲稱這些指控全是涅造及政治陰謀 他在去年一度絕食抗議 理由包括尹石月政府經濟管理不善 新聞自由受到威脅 未能抵制日本排放核處理水等 最終9月23日結束長達24日的絕食行動